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OpenAI执行长萨姆奥特曼于日前访问了韩国SK集团首尔总部 双方就人工智慧BI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 据业界透露,奥特曼10月初抵达位于首尔中区太平路的SK集团总部大楼 与SK集团会长崔太元举行了简短的会谈 并在会后对记者表示他们有很多话题要谈 此次访问标志着OpenAI与韩国顶级企业之间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据悉,奥特曼在结束与SK集团的会谈后 还将与三星电子会长李在荣进行单独会晤 探讨双方在AI技术领域的合作可能性 OpenAI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慧研究机构 近年来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其开发的GPT系列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微软公司技术长表示 这家科技巨头未来希望主要在自家资料中心使用自研晶片 此举可能会减少对徽达和AMD等主要厂商的依赖 半导体和资料中心内的伺服器支撑了人工智慧模型和应用的发展 迄今为止,徽达凭借其GPU主导了这一领域 而竞争对手AMD则占据了较小的市场份额 但包括微软在内的主要云端运算玩家也设计了自己的客制化晶片 专门用于资料中心 微软技术长凯文斯科特在意大利科技州的一次炉边谈话中 阐述了公司围绕人工智慧晶片的战略 目前,微软主要在其自家资料中心使用徽达和AMD的晶片 重点是选择提供最佳价效比的晶片 斯科特称,多年来,徽达一直是最佳价效比解决方案 但微软会实际考虑任何选择 以确保微软有足够的产能来满足这一需求 同时,微软一直在使用一些自研晶片 2023年,微软推出了专为人工智慧工作负载设计的 Ashamaya AI加速器以及Cobot CPU 此外,据报道,该公司正在研发下一代半导体产品 并在9月底推出了使用微流体的新冷却技术 以解决晶片固热问题 当被问及长期计划是否主要是在公司自家资料中心使用自研晶片时 斯科特表示,绝对,并补充说 公司目前正在使用大量微软的晶片 斯科特表示,关注晶片是设计整个资料中心系统战略的一部分 这关乎整个系统设计,包括网络和冷却 以便真正优化运算以适应工作负载 如今,微软及其竞争对手 Google和亚马逊都在设计自己的晶片 不仅为了减少对灰达和AMD的依赖 而且为了使他们的产品更有效地满足特定需求 包括Meta,亚马逊,Alphabet和微软在内的科技巨头 今年已承诺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 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人工智慧投资上 因为他们寻求满足对人工智慧的激增需求 尽管微软一直在通过资料中心建设产能 但斯科特警告说 这仍然不足以满足需求 运算能力仍然存在短缺 即使微软最雄心勃勃的预测 也经常证明是不足够的 因此,微软在过去一年 部署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容量 未来几年将更多 另外,据美国媒体C1-4报道 英特尔、Intel正与AMD展开初步洽谈 希望争取AMD成为其晶圆代工客户 在媒体C1-4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AMD与英特尔洽谈代工合作后 英特尔股价应声上涨7% AMD也涨于1% 若此传言成真 将是英特尔代工业务重大突破 知情人士透露 英特尔与AMD正处于早期阶段讨论 AMD考虑将部分产品委托英特尔代工 确切比例还不得而知 目前,AMD设计晶片主要由台积电生产 报道传出后 英特尔股价10月初上涨7.12% 收盘价暴35.94美元 若AMD真的成为客户 将是英特尔代工业务的重大胜利 英特尔代工目前正寻求大型客户 分析师指出 大客户将让英特尔代工 有信心投资新的制程技术 并向其他晶片公司发出讯号 证明英特尔有能力处理他们的业务 这将显示 在PC和伺服器X86 今天市场与英特尔竞争的AMD 有信心将制造交给最大竞争对手 近几周 英特尔陆续获得美国政府 辉达和软银集团等重要投资者支持 被视为对执行长陈利伍领导下转型计划的信任票 不过挥达强调 与英特尔的合作是聚焦产品部门 并未承诺使用 但未来也不排除采用英特尔代工服 英特尔制程技术仍不如台积电先进 不过在川普政府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的政策下 美国企业已开始将部分产品 尤其是较成熟制程的晶片 转向英特尔在美国的工厂生产 在此背景之下 市场人士关注 AMD是否会将高阶核心晶片交由英特尔生产 亦或仅限于欧控制器 嵌入式元件等成熟制程产品 技术良率保密隔离 以及总持有成本 TCO是否能与现有供应链匹敌 是决定合作实质影响的关键 若AMD真的下单给英特尔 可能象征英特尔晶圆代工事业的重大胜利 但AMD与英特尔在X86架构的个人电脑 PC与伺服器晶片市场竞争激烈 让业界对此案能否成功有疑虑 英特尔拒绝置评 AMD发言人则表示 不评论市场谣言或揣测 基于英特尔与AMD在核心市场激烈竞争 分析师大多怀疑这桩合作能否成真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双方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还不清楚若达成协议 AMD对英特尔下单数量 或是否直接投资英特尔 最后也可能未达成任何协议 AMD高阶 AI晶片目前多数由台积电生产 英特尔现阶段也缺乏生产超微 最先进晶片的技术能力 Bernstein的一名分析师怀疑 AMD超微和英特尔合作的前景 因为相较于辉达与英特尔的合作案 AMD和英特尔在核心市场的竞争更激烈 至少目前双方都不太可能认真想依赖彼此 AMD透过台积电亚利桑纳州晶圆厂生产晶片 也能更轻易地满足扩大美国制造的要求 尽管英特尔制程技术 被认为落后台积电 但在川普政府推动美国需要晶片制造冠军的政策方向下 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开始将部分产能 主要是较低接晶片 转移至英特尔的国内晶圆厂 总体而言 业界指出 美国政府的角色不可忽视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直接入股英特尔 代表英特尔已被纳入美国国家战略核心资产 AMD若下单英特尔 美国政府渴望宣告美国制造回归 对英特尔而言 若能争取到AMD 证明其先进制程具备竞争力 对AMD而言 则是供应链多元化的策略选项 亦可在政策氛围中取得额外筹码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